盐族战士中 一名将领打扮的男子 面色冷酷 对于阿修罗 毫发无伤的再次出现 并没有丝毫惊讶 陈声道 盐帝长脊 对准目标 一只只铁拳 抓住了长脊的脊身 那锋锐的脊尖 随着命令 对准了火海中 慢慢走出的阿克罗 手腕用力处 一圈圈转着 赤红的火焰 有掌心向着长脊两端 迅速延伸 呼的一声 整个脊身 躺起了滚滚的灼热火海 射 一只只长脊化作洪流 划过虚空 重重地轰在那男人的胸膛 手腹以及大腿上 长脊上负着巨大的力量 将那男人整个地轰飞而起 眼看阿克罗似乎不敌 整个人被轰飞而起 然而那一兵命长脊冲出百丈左右 阿克罗双臂抱身 而面甲下发出一声冰冷而残暴的吼声 身子倒飞的速度骤减 并在数息之内 硬生生地在空中止住了去世 坠落下地来 阿克罗双脚刚一落地 便用力一踏 脚掌锁处处 大片的地面摊陷下去 而阿克罗已然暴势而出 右手伸起 阿修罗魔剑发出了意义光泽 刷刷 简单的几道横批竖滑 两名炎帝战士便措手不及 横死在阿修罗之剑下 尸身还未倒下 便被一层厚厚的寒冰包裹 横倒在地 身躯一裂为二 不 这些炎族的先锋 互相之间可是有着深厚的感情 所谓吐死胡碑 眼间战友 依死在阿克罗手中的阿修罗魔剑之下 一个个双眼冲雪 抱吼着 扑向了阿克罗 快回来 魔殿内 炎族长老察觉到阿克罗出现 便向外跃出 但还是迟了 短时间内 一干炎族便死了不下十人 炎族长老身后 凤飞尾随而出 在凤飞出现的刹那 整个空气温度明显上升了一截 阿克罗明显察觉到了这次异状 抬起头来 匆匆的一瞥 便将凤飞的长相 扫入眼底 漆黑的意识海中 一幅画面浮现出雷 两相对照 阿克罗的下颌 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就是他了 轰轰轰 便在阿克罗分身的刹那 大量的攻击 重重地轰轰在他身上 一阵阵当当金铁之声 在虚空中飘荡 每一次金铁声发出 阿克罗都会被一团巨大的火焰笼罩 然而这火焰没能持续多久 便彻底惜命 连绵的攻击 只是换得阿克罗身躯 微微抖了抖 作为回报 更多的颜族族人 被阿修罗之剑斩杀 所有的攻击轰在阿克罗身上 就像是给他挠痒痒一般 根本无法阻止前进的脚步 让开 严族长老大喝一声 由宫殿台阶上掠空而起 向阿克罗扑去 严族长老已经够快了 然而 还有一个人比他更快 哼 一声好听的女子交换声传来 老人便觉得眼前 一道火红的人影 从审判掠过 浮于虚空之上 眼见这名全身裹着铠甲 若刺猬一般 急行可怖的男子 眨眼之间 便杀了自己这般多的族人 凤飞心中大怒 一双狭长的凤眼中 冷光四射 绣满降凤的绣袍一盏 身下一片弧形的光运 扩展而出 那火红色 闪电般地将阿克罗笼罩其中 有那么一刹那 空气中温度狂升 众盐族战士还未反应过来 便察觉身前一空 那名凶神恶煞 仿若杀戮魔神一般的男子 便消失了 宫殿前 止于一片人烧火焰的鱼迹 以及那凌乱的痕迹 证明着这里 刚刚发生残酷的一幕 盐族长老 愣愣地站在虚空之中 似乎还未缓过劲儿来 长老 怎么办呢 一名严阻的战士小头领 略知老人身后 面露交集道 圣女 应该不会有事的 毕竟 她是轩辕至尊的女儿啊 那名天魔族人 老人的话还未说完 虚空之中 突然一声乍响 大片狂暴的气流 夹杂着灼热的气劲 从虚空之中迸射而出 一声女子痛哼声传来 那片横扫八方的 狂乱气劲中 一道娇小的身影 在虚空中抛了出来 重重地坠落地上 正是刚刚将阿克罗 圈入领域之中的凤飞 小姐 圣女 一干盐族大惊失色 扑了过去 盐族长老抱起了凤飞 犹如红玉一般的手掌 抵御凤飞背上 同出一脉的炎热气劲 源源不断地输入凤飞体内 她的盔甲 有 有古怪 凤飞的嘴角一雪 脸色 苍白道 苍 一阵利刃滑破虚空的声音传来 阿克罗身上的青色盗刺铠甲腾起了一阵青烟 发出一阵滋滋的声音 轻易地轰碎凤飞的领域 阿克罗也不急于追击 任由他们将凤飞抢去 双手伸出 阿修罗剑高举过头顶 咔嚓 天空阴云滚滚 一道雷霆 游北子南 划破天空 与那一闪即湿的雷霆相互呼应的 是阿修罗魔剑掠过虚空 弧形的轨迹 阿克罗傲立在大地上 人影在助人眼中不断地高涨 阿修罗魔剑斩出之际 体内蹦出浓浓的 无以附加的魔气 那滚滚的魔气 瞬间将阿克罗淹没 一通湮灭的 还有前方那一名名 盐族战士 记住我的名字 阿克罗 一个冰冷而残酷的声音 从翻滚的魔气中射出 轰 破 被盐族长老抱在怀中的凤飞 正对着这个方向 目睹这一幕 不由发出了一声悲呼 数百的盐族战士 包括那座建成不久的大殿 以及宫殿所依的那座庞大孤零零的山川 便在那一击中全部化成了飞灰 漫天黑灰夹杂着浓浓磨气 自天空纷纷扬扬地飘下 阿克罗 目睹眼前的惨状 耳中听到那声邪恶而阴暗的声音 老人记忆中的一丝尘封记忆 也浮现了出来 阿克罗 前魔族第三大高手 那人的走狗 老人心中一沉 迅速低头下来 又快又急到 风儿 快走 这人 不是我们可以立敌 天魔族再次出现 必是为了那人的下落 你先藏起来 我会通知你兄长 让他快速 带族中的精锐下来 来不及了 快走 再说 你在说什么 啊 凤飞还没反应过来 突然 一股灼热而雄厚的力道 轰在了他的腰上 嗖 一声锐笑 从盐族长老手中传出 锐笑过后 一道火焰拔空而起 向着苍穹射去 边在那屯火焰 即将炸裂开来之际 苍穹之上 一个庞大覆盖着 整个天空的头像 出现在天空上 一道黑红划过苍穹 那道火焰 便消失不见了 哼哼 想通知盐族的那小子吗 哼 阿克罗 速战速决 干掉他 一个阴冷而残暴的声音 从上方传来 盐族长老的眼中 掠过了一抹绝望之色 走不了了 眼睛一变突生 凤飞借助着盐族长老那股力道 眨眼睛便化作天边黑点 阿克罗 却是不急不缓 手中魔剑 在地下一滑 脚下大片的空间 画自网状碎裂 身躯抱石而起 向着凤飞追去 钱过了我这关再说吧 眼角一道火红铺来 阿克罗手腕才抬起数寸 盐族长老已然铺置 双手一环 抱住了阿克罗的腰身 口中一声爆喝 丹田之内 真气鼓荡 滚热的真气 输入双手 直接透过铠甲 轰入阿克罗体内 对于身着异宝的对手 高手都有一套方法 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便是以隔山打牛之法 直接透过宝物 轰击对方的肉体 如此则根本无视防御 阿克罗身上的天魔甲 显然是一间至宝 轰 近气四射 阿克罗身下 受到狂暴气劲的辐射 一个巨大的坑洞 显现出来 然而 面对盐族长老 过一年功利的空击 阿克罗立身空中 如磐石一般 纹丝不动 够了吧 阿克罗不再丝毫感情到 左手竖起 四缓十块地斩击在 盐族长老的胸膛上 第三百八十一章 破而后立 西门吹雪 月色下 一道庞大 如魔神般的庞大阴影 沿着起伏的地平线 在黑夜中 举举前行着 夜色寂静 所有的东西 都只剩下 最为简单明快的线条 而那庞大的黑铁人影 便是天地间 最为显著的存在 黑影不紧不慢地 现前而行 看似缓慢 实则奇快无比 前方 一名弱女子的娇小身影 仓狂奔逃着 阿克罗 目光透过天魔盔 紧紧地盯着 前方奔逃的风飞 心中 却是一片平静 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 一场毫无悬念的追逐 阿克罗心中想到 唯一的差别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而已 似乎很多的强者 在事情都在掌握之中的时候 都喜欢玩一些 猫捉老鼠的游戏 至少对于阿克罗来说 在荒芜一人的野外平原中 欣赏一名身份高贵的女子 在黑夜中奔驰 实在是一件 奇爽无比的事情 层层的汗珠 从光洁的额头渗出 汗珠还未低落 便一便地冰冷 随风拂去 在这茫茫的夜里 凤飞使智地飞掠着 黑夜茫茫 却不知 何处是正确的方向 世界变幻 转眼已是数十亿年漫长的岁月 再次苏醒 映入眼中的一切 都显得那么陌生 在这里 没有我认识的人 也没有我熟悉的事物 到底 我应该逃往何方呢 三说 千万不要有事啊 凤飞心中又急又慌 脑海中 渐渐地进于空白 当背后坚强后盾消失 展露在凤飞 倾国倾城柔貌下的 依旧是一颗普通女人 脆弱的心 背后的魔影 如复古之躯 如影随形 尽管没有回头 但凤飞能够感觉到 那股极度邪恶的气息 一直紧紧地尾随着自己 不紧也不慢 似乎一种戏虐般 他们到底是谁 到底要干什么 为什么要找我 为什么要杀我的族人 凤飞心中满是疑问 尽管 盐族长老隐约提到了三个字 天魔族 然而对于凤飞来说 自小时候起 这些事情 对他来说 便是很遥远的事情 天魔族 在凤飞小时候的印象中 也只是很坏而已 其他的便一无所知 父亲 你一定要保佑三叔啊 凤飞想着 突然感觉耳边 一缕阴邪风气 过空而来 急忙一侧头 走 阿修罗之剑 如幽灵一般 从黑暗中蹦出 擦过凤飞的耳臉 插入下方的地面上 剑柄直向空中 摇晃嗡鸣 啊 阿修罗魔剑上的能量 将凤飞的身形 从空中带落 擦身而过的刹那 庞大的威压 让疲惫不堪的凤飞 坠落地上 碰碰碰 还想逃吗 玄远公主 阿克罗的声音 冰冷而空洞 带着雨夜般的湿气 凤飞发气散乱 如玉的牙齿 紧紧咬着 微微泛白的嘴唇 你 你到底是谁 你把我塞出怎么样了 阿克罗 阿克罗诞声到 声音中 带着轻微的金属声 脚下随之一致 便站在 离凤飞十丈左右处 静静地看着 这位幸存者 阿克罗的语气 让凤飞感觉到 一丝不祥 三说 凤飞一语着 突然 神色一变 脸色一片坚毅 娇和一声 火红袖袍一阵 一声声奉鸣传出 凤飞身上的 一声刺响 大鼓的火焰 从体内蹦出 将它整个 淹没在火海之中 随着连绵不绝的凤鸣声 一支支火焰 组成的凤凰 由火焰中心破空而出 建立着 略向 似于黑暗大地 融为一体的阿克罗 哼 一声冷哼 那在一声声 凤鸣声传来时 阿克罗骤然出手 脚下一顿 已然拔空而体 根本不加防御 任由那一道的火焰 凝成的凤凰 轰在自己的身上 右手一伸 一股魔气 破掌而出 划为一道掌刑 静止 穿过火海 一把抓住了 凤飞的脖子 将它提了起来 凤飞得天独厚 有着他人 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 然而 这毕竟不同于 普通舞者的刻苦修炼 对战经验 更是无法比拟 阿克罗这种凶悍的高手 只是一招 凤飞被制 呼吸困难 脸色微红 本座要抓的人 还没有能逃跑的 阿克罗说吧 随手一抛 便将凤飞置于地上 同时制住了 他全身的穴道 慢慢走过去 阿克罗将阿修罗之剑 从地上拔起 随手一剑 破开一道空间裂缝 然后转过身来 左手探入虚空 抓出一条锁链来 任务完成 看了一眼地上 愤怒看着自己的凤飞 阿克罗默然地 拽着铁锁一端 以一种近乎粗鲁的方式 拖着凤飞 向那道空间裂缝走去 轰隆隆隆 阿克罗右脚 刚刚踏进空间通道的边缘 便停滞下来 脚下 整个大地发出了轰鸣声 在地底深处 一股犀利的 似乎无间不摧的神石 破地而出 透过层层石层 锁定着阿克罗 与以往的感觉不同 这道神石 让阿克罗感受到了一种 陌生的感觉 危险 正是这道神石 让阿克罗即将踏出的脚步 收了回去 眼睁睁地看着黑漆漆的空间通道 在身前合拢起来 那股强大的神石锁定下 阿克罗根本一动也不敢动 在感知中 只要稍微有异动 阿克罗不怀疑 一道石破天惊的攻击 便会重重地轰击在自己的身上 而与以往不同的是 阿克罗根本没有把握 接下这招 阿克罗强大与镇定 是建立在几乎无物可摧的 天魔战甲上 即便是对于神级规则 领域相同的对手 以往阿克罗也有把握 可以战胜并且击杀对手 但除去这套铠甲 以及天魔族特殊的攻法 阿克罗依旧是个常人 怎么回事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高手潜伏 阿克罗心中极为不安 尽管不知道 那还为现身的对手攻击方式 但阿克罗可以肯定 那人的攻击绝对可以伤到自己 轰轰轰 大地震动 震动得越来越剧烈 终于一道道裂缝之下 大量滚烫岩浆迟舍而出 地底似乎有什么庞然大物 即将从通红的岩浆中挣脱出来 哗啦 一阵阵类似于水花溅起的声音 从阿克罗身后 大约数百丈处传来 阿克罗心中一跳 强大的魔石瞬间迸射而出 掃射那突然从地下出现的物体 凤飞被层层锁链捆绑 握倒在地上 正好面朝着那声异响传来的方向 那双眼睛 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发生在这片地下的事情 感谢 sek adhere响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